你身体是怎么回事 我是患了一种疾病 叫成骨不全症 你称是磁娃娃 最重要的症状是 频繁地发生骨折 那我已经骨折了31次 然后我现在身高 可能大家也看到比较矮 有一米一 你第一次骨折是因为什么 当我有记忆以来 第一次骨折的时候 我是在掰一个烧饼 烧饼没有掰开 掰烧饼 对 也会骨折 对 烧饼滚下去 我这个胳膊骨折了 现在好一点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这种疾病 到青春期之后 身体会发育好一点 然后我们通过药物 和手术的治疗 再加上康复 所以我们现在身体 强壮了很多 那也可以上学 也可以工作 你这个身体怎么不舒服 不过舒服 我是 我这种疾病人 我这种疾病人 都在这种疾病人 我这种疾病人 我这种疾病人 我们正在变成了 我们下一次 用这个疾病人 我这种疾病人 就是我生产的 就是我生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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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给你治疗的 有相应的经验的 但是需要40万 那你哪来的钱 我的朋友知道这个情况之后 他们为我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在淘宝上开了一网店 因为我是心理 200 300的这样的一个咨询费 但是呢他们说 那你就键卖好了 一小时100块钱的心理咨询的时间 然后40万就是4000个小时 然后放在网上 等爱心朋友来认识我的这个时间 那有没有人找你来咨询呢 就买了时间的人 就是我做完手术的时候 我也常常是联系这些爱心朋友 他们说我知道你在意大利 承受了那么多的经历和痛苦 然后想让你休息一下 因为在意大利做手术的时候 就是特别坎坷 就是当我经历了9个小时 醒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妹妹正趴在我身上中哭呢 就像那个电视剧里演的一样 然后所有的人在场都开始欢呼 哇 他活了 没有人会认为我能够活着回来的 所以当我想爱之后呢 就是过了一段时间 我发现伤口感染了 经历了很长的这种抗热素的治疗之后 还是不好 然后医生就没有办法 然后用手术刀 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 在我的后脑勺上 一刀一刀挂去那个腐烂的一个组织 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 他又把那个伤口 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 一点点缝上 然后过了 总共用了72天的时间 在意大利就是伤口愈合 而且做完手术之后 才发现 那是在整个欧洲首例 在全球第二例 然后成功地换着 现在没事了 现在是命保住了 然后会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就是我不能左右扭头 健康就好 对 我成生了